不手軟耶 超多豬血的 這樣一碗才25塊 我想要不一樣,有點像是小籠包行中的誰 不要靠近 哈囉,今天來到頭份 然後現在晚上 10點多了吧 這邊啊,這邊啊 晚上10點多了吧 然後 聽說這邊 有一個頭份好像也是湯包很多 很好吃 我看網路上人家在講說 在地人很適合的 宵夜場吃小籠包 很特別,它是吃小籠包跟 配蛋餅還有豬血湯 這個搭配有點妙 那我們現在來吃吃看吧 招牢小籠 欸,它的招牌其實拍不太出來耶 招牌已經有點斑駁了 它其實叫小籠包之駕 這樣看了有一點看出來了 小叮貓咧 我來吃了咧,它好像有座位嗎 好像沒位置 好,一籠小籠包 然後一個豬血湯跟一個蛋餅 這邊用 我們做裡面 先腹還是後腹 好 然後這一個來囉 他們招牌的豬血湯 欸 不手軟耶 超多豬血的 這樣一碗才25塊 超便宜的耶 它豬血看起來是不錯吃的 對,沒有很多空隙 很紮實 然後這也是人家推薦的 蛋餅 可以 等它小籠包來 酷的搭配耶 蛋餅 然後 豬血湯 跟那個小籠包 它蛋餅是好吃的耶 那種感覺是薄的 薄的那個蔥油餅 然後煎的有那種焦焦的香味 老闆 老闆 好多一杯豆漿 謝謝 溫的 冰的 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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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它的 它小籠包跟我想像不一樣 有點像是小籠包形狀的水餃 它裡面是高雞蛋很多的那種 它不是肉很多 你有吃小籠包嗎 很像水餃 高雞菜很多 蛋餅超好吃 蛋餅超好吃 蛋餅真的好吃 我們一致認為蛋餅超好吃 它的豆漿都不錯喝 不會很甜 老闆再幫我加一份蛋餅好不好 謝謝 再加一個蛋餅 真的太好吃 我可以吃了二福 好可憐 異能 臭屁能 哦 有果然屁 好啦不玩家了 那個大盒碗不就這樣 哇 炸雞 一次吃四塊 哇 哇 吃完了 這一間真的超好吃的 我覺得比早上那一間還好吃 因為它的小籠包是屬於那一種 就是高麗菜很多 它比較像是水餃的味道 但是很清爽 宵夜吃這個會覺得 負擔沒那麼重剛好 而且主要是它的蛋餅真的超好吃的 它蛋餅是 餅皮是煎得有點恰恰的 然後有那種炭 鐵板烤過的那個炭香味 哇很好吃的 像薄的那種蔥 蔥油餅的味道超好吃的 然後還有它的豬血湯 它的豬血也都是很 很紮實 而且一個才25塊 很貴 然後小籠包也才60而已 我覺得這超便宜的 人一直來一直來 大家來這邊的話 如果有來苗栗玩 可以消夜的時候來這邊吃 它好像看到凌晨4點吧 還是1點忘記 先來這邊吃吃看 真的很棒 好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喔 掰掰